下将与靖王在殿前再次对峙 下将请指要单独审问客卿梅长苏 两帝允许 此时梅长苏早已料到有这局面 在苏宅吩咐身边两位心腹 务必将飞流拖延在外 必须把他看好 不能坏了他的计划 说的时候 梅长苏顺便喂给了自己一颗虎心丸 护心丸提前吃 可以在生命受到危险时 保护心脉不受损 有救命的作用 当时景瑞身世之谜被揭示时 他和卓鼎凤都吃过的 这才保住了性命 如今梅长苏要面对的敌人是下将 禁的是玄境丝 不排除会九死一生 所以这颗护心丸作用很大 那么问题来了 下将在审讯梅长苏时 他却为了一颗玄境丝 独制的乌筋丸毒药给他吃 当时看剧版的这一幕 梅长苏坐在亭子的椅子上 故意拖延时间 用手指捏着这颗乌筋丸 视而放桌面 视而握掌心中 直到他与下将起了更大的冲突后 毒药丸才不小心掉落到底面上 最后是下将捡起来 然后一手掰开梅长苏的嘴巴 一手把毒药塞进去 逼他吞下 这一幕镜头 电视剧里没有直接说明 梅长苏将乌筋丸掉包了 刘了白 后来 蒙智发疯的找解药 燕大夫对梅长苏咽血看 是否有中毒 以及梅长苏有经无险 身体没有中乌筋丸毒药的一点征兆 我们不难猜测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 梅长苏将乌筋丸掉包了 换成了外形相似的护心丸 第二种 梅长苏身上有火寒毒 或含毒乃万毒之罪 使他将乌筋丸的毒化解了 那么 这两种猜测 到底哪一个才是接近真相 答案是前者 因为 在原著小说里 蒙智紧张地冲进苏宅室 梅长苏为了让他放心 便直接告诉了他 自己将乌筋丸掉包了 毕竟 他没那么傻 他做林书少帅时 去过玄境司 知道里面有乌筋丸毒药 这次以梅长苏的身份再进去 肯定要有所应对 应对之法 就是调换毒药 用他的原话说便是 当时梅长苏掉了一颗药丸在地上 而夏冬亲眼看见的场景 是夏将捡起地上的药丸 然后逼梅长苏吞下 关键是 梅长苏自认梅那么蠢 会主动送自己入狼口 言下之意 他是故意将护心丸掉落地上 让夏将误会成了乌筋丸 被调包了浑然不知 还以为他活不过七天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梅长苏是怎么在夏江的眼皮底下 带着护心丸 记玄境司 说到这里 先做一个对比 上面提过 梅长苏跟夏将走之前 早已吃下一颗护心丸 这个是剧版的 但在原著中 可没有说他提前吃了 而是在后面梅长苏的解释里 说自己调包了药丸 暗示了他只是提前将护心丸 藏在了身上而已 夏将是什么人 心狠手辣之人 玄境司是什么地方 一个犯人 有去无命回的地狱般的地方 其就其在 梅长苏进去不用搜身吗 这有点不合理 也不符合玄境司的规矩吧 梁帝当时允诺 夏将可以盘问梅长苏 但没说他可以用手段来逼问他 毕竟他仍是客经 应以理相待 夏将照做了吗 完全没有 他让下属压着梅长苏回寺里 然后直接关进地牢 还专门选了一间阴暗又潮湿的牢房 仅仅一丝一丝的丢给他一张被子而已 让他暂时死不了 待遇差得要死 这样的行为 又怎么可能会特殊对待梅长苏 抓到人后不需要搜身 我猜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确实没有搜身 原因是夏将太过自信 他有十足的把握和乌金丸这个绝招来对付梅长苏 所以没让下属搜梅的身 想看看他还有什么招数可以使出来 他相信 反正怎么使 梅长苏都逃不出他的手掌筋 再说 梅长苏很了解夏将为人 知道他是个自信过满的人 所以笃定他不会太仔细搜他身 不过这个风险太大 万一下将不按常理出牌 那护心丸虽小 但是藏在身上依然有被发现的机会 除非藏在嘴里也不是不可能 狼牙榜有一级是夏东出场时 曾在城外遭围攻 当时景瑞和玉金恰巧也在场 然后夏东算计了敌人 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火口 无奈对方早已将一包毒药 藏在了牙槽的某个位置 本想咬破他而亡 夏东识破了 可惜的是 这只是掩人耳目 敌人其实在嘴里的另一个牙齿的隐秘位置 还藏了毒药 结果是 夏东最终还是没能抓到火口 如今到这里 梅长苏确实把护心丸吃进嘴里 但吞没吞下 不好说 搞不好就像以上死事一样 藏在口中某个隐秘的位置 就在玄境思 梅长苏与夏江起冲突时 前者摔倒在地 不排除就是这样 故意将藏在嘴里的毒药吐在了地上 这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药 掉落在了底面上 第一幕 如果真是藏在了嘴里 它自然是跟那些死事一样 有办法将它完好的保存几天 因此 即便梅长苏真被搜身 它把药藏那么深 自然就瞒过所有人 不过 这个猜测是冲剧版的这一处改编 毕竟梅长苏最后确实吞下乌金丸 如果早已吞下护心丸 那该拿什么替换乌金丸呢 另外 第二种可能 梅长苏去的时候 没把护心丸藏身上 但进牢后 让飞流带过来了 梅长苏被抓的那一刻 他使人知走了飞流 他被关进玄境厮后 晚上用薄被子将就了一晚上 是第二天才被带去亭子见下江 这是下江有意为之 故意刁难他 明知他身子虚弱 还非要让他在寒冷的牢房里住一晚 受点折磨 一直看剧的观众都知道 飞流几乎晚上都是 睡在梅长苏的房间里守护 白天 他被梅长苏两个心腹骗出去 到了晚上 他不可能不回房间里 守护着梅长苏 苏宅也没人能打得过的 根本做不到 一直把他继续阻拦在外面 只要他回去苏宅 他就一定发现梅长苏被抓了 一旦知道苏哥哥被抓了 飞流不可能不去找 以他的武功 在玄境寺的地牢里来去无影 并非不可能 首先 他曾去过玄境寺 替梅长苏送信给夏冬 当时一个人都没有发现的 其次 我们看到蒙志来捉拿下江和他徒弟时 下江的大徒弟 想在牢里直接解决了梅长苏 飞流却突然出现 揍了他一顿 那个场面 也是没人发现 所以 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可想而知 梅长苏 被关的第一晚 飞流就曾进过地牢里找过的 并听从他的话 一直不现身 哪怕看见梅长苏与夏江对峙时 他会受些委屈 他也得忍耐着 即便到了夏江逼梅长苏吃毒药 飞流也不能露身 只有在梅长苏命悬一现时 他才能暴露 这样看梅长苏面对下江时的态度 淡定从容就说得通了 因为有飞流在暗中保护着 他肯定死不了 做这一出调包乌金丸的戏 不过是给下江准备的 是一个局 所以说梅长苏不把沪新丸藏身上 也无所谓玄境司的人搜身 进了牢里后 他再安排飞流拿给的 也是一种招数 由此看来 原著中一开始就没提梅长苏 提前吃户新丸这一幕 反而显得更合理 我总觉得 这一出地方 其实不用改编 改了反而让剧版的看起来多了漏洞 后面又没有额外的情节取缘清楚 与其这样留白 让人猜测他是掉包了乌金丸 还是火寒毒救了他 都不如按照原著的拍 直接说是掉包了 更轻重 至于怎么掉包 我比较倾向于 飞流把药带过来的第二种猜测 对此 大家又是怎么看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